位在台湾新北市巴黎区的台北港 上月底首度对外开放参观 佛江军舰、珠江军舰、光华6号飞弹快艇 以及海巡宜兰舰等 都是首次造访台北港 透露出身为国际商港的台北港 也肩负着防御台湾北部的重任 编号42的门市起重机 缓缓移动夹取货柜 再仔细地将货柜慢慢地放到货车上 一切由人员从远端操控 台北港的总面积3102公顷 1993年动工 初期只计划新建两座码头 供东沙北运使用 现在一共有25个 包括商用及工用的码头 台北港资深处长宋毅靖说 原来新建的时候叫淡水港 后来1999年更名为台北港 2004年的时候 宣布成为基隆港的辅助港 也就是国际商港 台北港去年的总货柜装卸量 为147万个标准货 到港船舶数4203艘次 货物的装卸量7515万吨 与高雄港台中港并列为台湾三大国际商港 台北港的水深16到17.5公尺 除了民间船舶 也可以停靠大型的军舰 进到台北市的车程30分钟 到桃园机场更只要20分钟 因此一旦台北港跟周边的交通网络被解放军掌控 首都台北市将深陷危机 军事连线杂志主编陈维浩表示 所以在一般的战略想定 万一在作战的时候 让敌方占领了这样的一个港口 那对方就可以透过这个港口 去直接的让这个兵员装备 以及后续的物资直接运补上来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可能会导致防卫作战的一个扭转 事实上台湾汉光演习过去 就曾经想定解放军正规部队 占领台北港国军来收复 以及台北港遭特攻破坏 国军投入陆战66旅进行反恐质变 显示国军看中台北港 在战时对台北周边防务的角色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闻表示 特别是有感于台北港与桃园机场 也就是桃园国际机场 其实很临近 这在军事上的术语 是称之为一个海空复合区 也因此如果两岸发生冲突 这样的海空复合区 如果被解放军占夺的话 他就可以大量快速的 把他的武器装备兵力 源源不断通过海运 通过空运进入海空复合区 当然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发生的话 对于台北市整个安全 就构成很大的挑战 相较于台北市政经中枢 操演反空降 反斩首 阻止气垫船从淡水河口登陆等 是小量轻装的特战兵力入侵 但台北港则是解放军 可以运送正规部队 而且是重装部队的上岸点 因此国军不得不列入 关键战略的考量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专题报道